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担任巴黎奥运会火炬手,打不到我终将让我更强大。 近段时间,有关巴黎奥运会的消息越来越密集,比如没有空调但允许自费安装,又或者色纳河水质堪忧,水上项目存在风险等等。 而在昨日,巴黎奥运会合作品牌方发文宣布,擅长街舞,热爱赛车的王一博将于7月14日在巴黎传递奥运火炬。 消息一出,不少媒体发文祝贺,消息很快便登上热搜。 对此,王一博的粉丝自然欢天喜地,因为这是自家哥哥实力的证明。 可也有一部分网友很疑惑,不知道王一博凭什么能当火炬手。 更有甚者,觉得王一博没资格,还拿他没文化进行嘲讽。 这个嘲讽很致命,对王一博来说,没文化恐怕是他这辈子都逃不掉的黑料。 电影宣传时,记者问道,你从这个角色身上学到了什么? 简简单单的问题却难住了他,他竟然回应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从这一刻起,绝望的文盲一词与王一博关联在一起。 尤其是后来,大大小小的媒体也发声斥责绝望的文盲, 让这件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该词与王一博联系到一起。 后来,又有人扒出,在一次直播中,王一博将道子一游中的游字给写错了, 创造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汉子。 提笔忘字,很多人都遇到过。 但这种小事,在一个公众人物身上总是会被无限放大的, 因此哪怕王一博道歉了,网友也没放过他。 在这些网友眼里,王一博没文化的说法已经坐实了。 可是,即使存在大量负面言论, 但王一博还是好好的, 该参加综艺就参加综艺, 该拍电影就拍电影。 因为说到底,王一博不是犯了什么原则性错误, 还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 他仍然是流量的宠儿, 仍然有了庞大的粉丝基础。 回到担任巴黎奥运会或巨手这件事上, 王一博也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第一,人气足够高。 他在韩国组团出道, 在国内外都获得过奖项。 回国后,上综艺,拍电影电视剧, 人气急速飙升, 很多电影都在国外上映, 比如维和防暴队, 热烈,而且比较受欢迎。 所以说, 王一博一路走到今天, 他的粉丝基础不单单是中国和韩国, 还有其他国家。 第二,身份和爱好太多。 多数人眼中, 王一博就是歌手和演员。 可实际上, 人家还是一个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并在2019年8月的亚洲公路摩托车赛正赛上 获得了地组新秀组第一, 混合组全场第二的成绩。 说起爱好, 其中肯定包括滑板。 他还被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移动咪咕公司 共同授予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称号。 这一个, 可以称得上是官方认证。 所以说, 王一博身上的发光点,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人家确实足够优秀。 当然了,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 Jaynett评选最帅中国男星, 邓伦入围, 杨阳不敌王一博, 肖战。 邓伦, 肖战, 杨阳入选Jaynett评选的最帅中国男星, 近日, 一家日本网站评选出了中国娱乐圈最帅的男演员, 其中包括肖战, 杨阳, 宋威龙等顶级男星。 此外, 还有凭借相秘沉沉浸如霜走红的邓伦, 尽管他因逃税事件已退出娱乐圈, 但这并未影响公众对他的喜爱, 甚至有很多人希望朝廷能给邓伦一个付出的机会。 一, 邓伦, 邓伦入选Jaynett评选的最帅中国男星。 二, 霍建华, 霍建华婚后事业有所沉寂, 但在此之前, 他在中国乃至海外的名气和影响力都相当不错。 三, 杨阳。 杨阳除了演技上的不足, 颜值确实无可挑剔。 四, 宋威龙。 宋威龙虽然出生于1999年, 但他比许多同龄演员更成熟稳重。 从他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并出演影视剧开始, 公众就对他出众的外貌赞不绝口, 也正是凭借这一优势, 宋威龙得到了许多制片人的信任, 即使他是非科班出身, 也获得了许多男主角的角色。 五, 王一博。 王一博竟然进入了榜单前二, 这让人颇感意外。 事实上, 王一博在中国的颜值并未得到网友们的高度评价, 甚至一度被列入丑男行列。 六, 肖战。 肖战在此次JNet评选中夺冠。 他和王一博凭借2019年的热播剧《陈情令》 成功获得观众的关注, 虽然该剧已经播出了五年, 但伯军一销在国内外仍保持着超高人气。 库云公布2024上半年热门角色, 杨子、 赵丽颖不敌这位男星。 杨子、 赵丽颖、 王一博等入选库云公布的2024上半年最受欢迎角色榜单。 库云是中国最大的媒体数据统计平台之一, 除了统计电视剧和网络电影的播放量外, 该平台还汇总了观众喜爱的演员和角色的指数和热度。 近日, 库云公布了2024上半年华语影视圈最热门的角色和演员名单。 王一博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饰演的魏若来一角因其演技进步, 情感真实生动而受到粉丝喜爱。 这部剧确实让业内人士和观众对王一博有了新的认识。 杨子 杨子在《成欢记》中饰演的麦成欢一角因其真实, 贴近现实生活而受到喜爱。 尽管与角色的条件完全不同, 但杨子在荧幕上很好地诠释了麦成欢这个角色。 赵丽颖 赵丽颖凭借在《与凤行》中饰演的沈丽一角积深2024上半年最受欢迎演员前三。 除了精彩的动作戏外, 丽颖还塑造了一个坚强、坚韧的角色形象。 刘亦菲 刘亦菲凭借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剧中, 他饰演的黄一眉坚强、美丽、聪明, 在爱情和事业上都渴望自由。 林更新 林更新在《与凤行》中饰演的行指一角因其与赵丽颖的良好化学反应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林更新自身的个性也为这个角色注入了灵魂, 使之受到观众喜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